北京之间3月6日下连赛比27轮的赛程已经结束 西班牙人是主场赢来了赫塔费 最终两支球队在90分钟常规的比赛 时间里是打成了2比0的比分 西班牙人笑道的最后取得了胜利 西班牙人也凭借这场胜利 终于是结束了球队连败的尴尬基督 同时也让球队主教练莫雷诺暂时缓解了下课危机 值得关注的是 本场比赛中国球员吴磊得到了登场的机会 并且表现的是可行可点 本场比赛吴磊在第90分钟地步登场 全场下来加上伤停不失的时间 吴磊在场大概停留了7分钟左右 虽然说西班牙人主教练莫雷诺基与吴磊的时间不多 但是他的表现与以往相比吧 显然是更加自信了 在比赛第91分钟的时候 吴磊通过积极跑位获得了绝佳的机会 但是队友没能给他传球 否则很可能会创造出极具威胁的战闹球 而在比赛第25分钟的时候 吴磊还在边路上演了一个EV3的精彩场面 在后吴磊通过个人的社交媒体 发表了一条动态 其内容为好的开始继续前进 那么也正是这简单的八个字 充分的体现出了吴磊对于主教练莫雷诺的不满 而这个不满的地方就是一直把吴磊放在替补西的这件事 要知道吴磊会很少会在网络上发表动态 对吧 而他是连续两场得到登场机会的情况下 也是连着发表了两个动态 那动态里的内容都是关于什么梦想啊 所以很显然吧 吴磊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主教练莫雷诺 我有梦想的希望能给予我一些机会 如果说吴磊一旦结束了自己 效力于西班牙人的职业生涯吧 他最有可能的去处就是重返老东家上海海港 因为吴磊当初能够踏上流洋之路吧 就是上海海港为他一手创造出来的 所以吴磊最该感激的 这个最该回报的就是上海海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吴磊只要回到中超联赛 他的首选必是海港 那除非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其他的海外球队向吴磊伸出了橄榄值 否则吴磊只能无奈的这个重返中超 各位兄弟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到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看到